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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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哈囉大家好我是Gina 今天呢又來跟大家分享 超級小隻女孩的唇膏特輯 這次呢我要收集收刮了一些 100多塊不到200塊的唇膏 跟你們分享 還蠻多隻的對不對 跟大家說這隻唇膏呢 100多塊太逆天了 裡面有很多很好很好用 就是可以包色的唇膏系列 好那我們要趕快開始今天的影片 這隻唇膏真的是便宜很精彩 好那第一日我們來擦這個 BYS的朋友 他是06號色 給大家看一下顏色喔 這個唇膏呢很好塗抹 這顏色很美 是一個比較偏桃色的玫瑰色 擦在嘴巴上 就是很滑順 非常好推 然後他的這個刷頭 也很好上色 嘴唇上面現在已經是有一點 縮乾的狀況比較巴著我的唇部 這隻唇膏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呢他上在嘴巴上面的時候 不會有黏膩感 還算是蠻清爽的感覺 然後呢 也不太沾色了 就是等他全乾掉之後 或者是你上兩層 然後抿掉上面那一層之後呢 出門外出的場合 不需要一直吃東西 或者是擦嘴巴的話呢 這隻唇膏非常的持久 他就是那種 不沾杯的唇膏質地 這邊也是完全變得霧面了 這隻唇釉呢可以買 而且他這個味道啊 他沒有什麼很重的那種 唇膏的味道 就是一個比較偏無味的唇膏類型 然後非常好上色 上起來也很飽和 不過因為這種霧面的質地啊 他還是會略顯乾 然後呢如果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他一樣是會從裡面斑駁的掉色的 長得也還不錯 就很簡單的質感 這邊是牙克力塑膠 然後上面是一個霧面的殼 這隻的話很推薦 這次真的是還蠻多好用的 然後他的殼子都是長這樣 下面是條紋 上面是一個粉紅色的蓋子 這個呢 我用了好幾次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他味道很重 在飽和度啊 還有滑順度 還有他的那個風嘴唇上面的效果 跟顏色都超級完美的 這隻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去屯一些顏色回來 然後呢 他有分一個系列 他是分正常的系列 還有一個是霧面的系列 可是我覺得 其實擦起來差異性不大 他的霧面沒有到非常乾 非常霧面 還是屬於比較絲柔霧面的感覺 這色是一個比較淡一點的嫩粉色 然後他擦起來很有厚度 比較偏潤摺型 然後帶有厚度包覆性的一種唇膏質地 那味道你們可以自己去櫃上聞一下 看是不是可不可以接受 沒有到很臭 但是就會有那種唇膏很原始 很原始的味道 那我現在擦這個 14號這個玫瑰色呢 我覺得他是比較適合皮膚比較白 能擦 他擦起來是一個很棒 不會讓皮膚顯黃的一個嫩粉色 但是 不是很顯白而已 而且他遮蓋唇色效果很好 就剛剛 我現在這是我現在原始的唇色 但我剛剛上的這個是完全可以蓋住的 有發現我現在嘴唇是比較紅 但剛剛的是比較淺 這分別是三個顏色 這個是剛剛擦的 然後這兩個顏色看起來都超棒 中間這個是霧面的 但是應該 感覺不太套他們的差異吧 我覺得非常的相似 這兩個顏色很接近 很接近 真的很接近 中間這個 05號比較橘一點 然後這個呢 就稍微偏紅一點 但是整體兩隻來說 都還是比較偏磚橘色的 為什麼穿牛仔外套嗎 因為今天要試很多都是比較偏 歐美系的唇膏 有一些是霧面的 怕穿得太休閒的話會搭不起來 所以就套了一個外套 現在很熱 這隻是05號 這也是好看的不得了 他一般的磚紅色調 再稍微更淺一點 所以他那個強烈的感覺不會這麼重 但是他遮蓋性非常非常好 所以整個唇色都是可以被潤視的 周邊有一些比較暗沉的地方 完全沒問題 這隻很推薦 但這個是霧面的 它上面寫霧面質地 上在嘴巴上那個 觸感真的有比較拉扯一點 但我覺得上起來的妝效真的是很接近 那我們來擦最後一個這個色號是 衣靈 很漂亮 從管子裡面看 就覺得它超美 除了味道以外 我真的覺得這個系列 沒什麼好調的 而且它的持久度 又比一般的水潤光澤感的 還要再更持久 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會慢慢慢慢的掉 而且它掉了之後也不會斑駁 不會怎麼樣的 但它沒有很深的染唇效果 剛剛第一支比較偏桃色的這支有 但是其他這兩支 比較偏橘色的就沒有太大的染唇效果 整體用起來我是非常喜歡 而且它價格又超級超級便宜 便宜彩妝霸主 Assence 這次買了兩個 一個是這個管子的唇釉 然後另外一個是有點像唇蜜的唇釉 然後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這一支 情挑蜂蜜裸 藕感唇釉 這一支呢 我今天不會上在嘴巴上面 因為我 我上次在刷色的時候 在試在手上的時候呢 大過敏 我手上擦這個唇膏的地方 爆炸癢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擦這個了 它擦起來是這樣一個透透薄薄的唇蜜效果吧 可能有帶一些封唇的刺激成分 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就是我刷滿了整隻手 然後就突然覺得 手上有一個部分超級超級癢 就凸起一塊 像是被蚊子釘那樣的過敏 非常非常霧面的一支 就是 灰色狂想霧面唇釉 五號色 它打開呢 是拔管子的 像這樣 不是用擠的 那等一下會慢慢的縮乾 那我覺得它上起來的質地呢 比較薄一點 所以均勻度不是很好 就變成要趕快的刷兩層 它的質地很滑 然後刷頭也很好用 它不是水感的滑 在嘴唇上會有一種沙沙的感覺 但是是沒有起顆粒的 等它一下下齁 慢慢的變乾了 然後它是一支很薄很薄的霧面唇膏 這個顏色的均勻程度還不錯 擦完乾燥的速度還蠻快的 但是它刷色的時候也很好刷 所以不用擔心說 會因為自己手腳太笨 刷太慢 然後粗掉之類的 然後乾掉之後呢 也不黏 BYS的還要不黏 它是完全乾的 也是屬於完全不沾杯的效果 就是如果它乾掉之後 這個因為比較薄啊 我照鏡子看的時候 我下面唇周這邊比較暗沉 就是這邊看起來會比較黑一點 但整體的話是還不錯的 因為而且它又足夠的便宜 這支一樣是會有那種唇膏的味道 不過還好沒有到很嗆鼻 不仔細的去體驗它的話是聞不太出來 這個顏色是稍微帶一點紫的玫瑰色 顏色屬於中間不會太深也不會太淺的顏色 很剛好很襯膚色的一個深度 接下來我們擦這個JCAT的極致風潤唇膏 出一個漂亮的也是比較偏磚的顏色 這個顏色看了就美 一樣是有唇膏的味道 哇這個也很好用 因為我現在嘴巴其實是有點乾不舒服的狀況 這幾天試太多唇膏了 但是這個擦上去 嘴巴是有完全被舒緩的感覺 唇膏很滑耶 非常非常滑 擦起來的顏色也很漂亮 就裸嫩的嫩橘端色吧 跟剛剛的兩支其實有點像 這個 反正有個顏色其實蠻像的 JCATS的這一支再更橘一點 然後再更精亮更有風潤的效果 就跟它的名字一樣 但是呢 這個JCATS的這個包裝很 很長故障 它就是常常會卡住轉不出來 它有一次是完全卡在裡面 就整支唇膏掉出來 有沒有很美它很厚 但是它是會沾掉的 而且它沒有染唇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左一下 不過我覺得它的厚度是夠的 它可以上很多層厚度上去 所以你在掉色期間 是不會一下就完全不見的 除非你吃的很狂野還是什麼的 這好像是台灣的牌子 顏色是03號 買醉長島冰茶 然後也是一個唇釉 它的包裝滿美的 是一個全霧面的 但我選的這個顏色我覺得沒有很好看 這個顏色應該是全系列最好看的顏色 但是我擦起來覺得有點深 如果你是喜歡塗色唇膏的話 這顏色你應該會喜歡 這是這樣的很土吧 沒有過多的紅也沒有過多的橘色 這是一個土土的顏色 但我覺得土色系的話呢 擦起來比較容易會沒有氣色 像我就不是很適合擦土色系的顏色 但是有點帥氣感覺 感覺很像是 就是整個畫面的 黃色調被抽離 橘色調被抽離的感覺 就是帥帥的 乾掉之後會有點偏黏 不太喜歡 因為我很習慣抿唇 然後如果覺得嘴巴上面有黏黏的話 我會覺得是 很像吃東西沒擦乾淨 所以我就會 一直習慣性的去想要把它弄掉 這隻我覺得還好 普普的 但是這個 3號這個顏色 確實是一個還蠻漂亮的土色 而且也不是這麼樣 難以駕馭的一個土色 最後一隻是ZA的唇膏 為什麼要混一個ZA我也不知道 因為它比較便宜 我就會把它一起買回來 這個 這個唇膏很軟爛 它已經刮到邊邊 有一點點刮到 然後選的是一個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一個葡萄紫紅色 這樣子薄薄淡淡的潤唇膏 顏色有點落差蠻大的 但潤唇膏的價格本來就比較便宜 平價一點 所以好像 放在這邊一起講有點不太適合 但我都買了 我就一起擦給你們看 我覺得是 一般般啦 這顏色蠻亮的 它比較偏桃色 跟它上面的顏色不一樣 它上面是比較偏 酒紅色的感覺 但是我實際刷在手上 跟擦在嘴巴上面 我覺得它桃色的成分還蠻多的 然後會有一點的染唇效果 所以它的持久度也是還不錯 不過它的殼有點醜 那個 是棒棒糖嗎 還是玫瑰呢 就是 不是很漂亮的一個唇膏 而且 它是用貼紙貼上去的 就看起來更沒質感 這外型完全不是我的菜 完全的不是我的菜 我想說 這隻也怎麼會有這麼便宜你的唇膏 我就想說 好來試試看 擦唇上的效果 不難用 但也沒有到很驚艷 如果你只是缺一支潤唇膏的話 然後這個外觀 就是你喜歡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它不難用 但顏色可能會稍微的螢光一點 我現在覺得我的唇包 整個照鏡子的話 嘴巴的顏色是有點偏螢光的 但是 鏡頭可能拍不太出來那種螢光的效果 比較偏桃色 然後會有那種薄薄的晶亮感 也很潤 好 那今天呢 我超級開心的 因為今天呢 找到很多支 質地很不錯的唇膏 所以用起來格外的感動 這次的顏色也選得還不錯 很多支都是 我自己個人喜歡的色系 可能會有點相似 但是都是我喜歡的感覺 那我今天介紹的這些呢 雖然很多是國外的品牌 但是在台灣都可以買到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盡量是到櫃上去稍微刷一下質地 還有它的觸感 是不是你喜歡的 這樣買了才不會買回來之後 跟網路上的那個 介紹頁面差太多的話 會有點浪費錢 那如果不敢實際上用上面 那如果不敢實際用那個試用品 刷在嘴巴上面的話 就可以參考一下我 我剛剛的使用心得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的話呢 我的FB、Instagram還有微博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好